大家好,我是青青,欢迎收看菜鸟青青的斗技战场 好,第一场开始了,看这个对手须左左柱 鲨鱼,雷煮,人间闹 上来就开结界 我吹风吹瓦了,好像我先攻比他快 九万六,鹰鹏花道 鹰鹏花道这个名字让我想起了大家都非常喜欢的灌篮高手 所以我来了一段BGM 很怀念 由于进场的时候我也没有仔细看 敌人就是带的是什么技能 被动 我就知道他肯定是根性 我这个OE是放也不是,不放也不是 放了就会被净反了 还好他左柱的这个OE的威力不太强 我只是担心啊,这个到结尾的时候 我的这个蝎会被打死 然后对方就被就就退出了 因为这个须左左柱我也有 呃,我的建议是呃,在一般情况下 如果雷主带须左柱的话 最好是带武者的杀意 这样就是收益 这样就是收益是最高的 当然可能呃,由于条件的限制 可能是怕碰到高战的时候 没有回血 生存率会更低 这个也是考虑 反正最好是带武者的杀意 说不定可以连续OE 如果可以连续OE的话 就是非常的强 因为左柱的这个OE是很容易打出暴击的 就暴击率非常的高 这一场赢是肯定可以赢下来的 就怕会死人 不知道对方会不会打死我的西 我觉得是大概率打死的 人间道能把他秒了吗 没有,还 呃,没控制成功 反而是没,没净反我 这个蝎,蝎肯定是死了 我觉得 被左柱打死了 左柱跳一下 人间闹趴了 啊,对方退了 这个第二局 我被虐得没话说 所以我就快进了 也不耽误大家的时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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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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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名人名妈的这个伤血还是挺多的 看看要不要给他加个血 还是加一下吧 对方的这个暴击率真的是很高 因为打名妈通常打不暴的 帮了我的忙了定身了名人 虽然定身了封主但是不要紧 这应该是持久战 应该是会打很久 封主的这个状态给解了 吹个风加个血 对方退了 对方90级 火三雷 我是一棵秋天的树 原来是秋天的 这个确实麻烦 这个碰到自己人 其实我 我已经输一场了 不然的话我应该退了 关键是我赢的那一场 我还死了一个人 凑不成一个整队了 要不然这一场我真的可以退的 那就打吧 先把他这个三雷的护盾给去了 现在就不知道他火主带的是什么奥益 是开盾 开盾现在差不多可以开了 定身 控制失败 我这个奥益主要是给他三雷上下麻痹 他下回奥益就没有追打了 三雷没有追打的话 这个伤害就上不来 我就是非常安全 他是属于和我战力相当的了 战力相当的确实是不怕 攻防上不会吃亏 甚至还占一点优势 这个打完了 那个秋天问我 为什么他的一号位的先攻慢过我 本来是快过我的 我先感谢这个YouTube上的朋友周小小 他是告诉我 因为斗技战场的这个先攻是平均过的 所以这个你在外边一号位可能快的话 就是在斗技里会相对慢一点 也就是说我平均的这个先攻比 比这个秋天快 所以在斗技战场里我一号位就快过他 在外边是他快过我 这个对手我是肯定打不过的 我就是第二回合放一下OE我就退了 这个没有什么好打的 他他战力又比我多 又是这种超土豪的阵容 好大姐头登场 最后一队 对手是战力97 也是一个女王队 也是一个女王队 他是风主女王队 我是大姐头女王队 肯定是要有吹掉他的护花先的 很幸运 把名妈的护花也吹了 这个由于我的先攻比比对方高 所以我打起来就比较容易 如果如果他的一号位快过我的话 我可能稍微有一点难担 因为他也是这种我是没有点燃 如果对方跟我硬拼攻防的话 我是很怕的 虽然他的战力比我低一万多 但是感觉还是可以打的 我复制一下他的风主 他好像也带了阎王 这样我的追打就有两次喷毒 他解状态的很多呀 名妈也可以解状态 半葬解一层 钢手也解一层 他这个风主伤血有点多 这个名妈打降了地狱道 地狱道被控了 但是伤血很少 我是推荐大家带宝具的时候 这种就是会解状态的 或者治疗的忍者都带葫芦 就是让对方很难控你 或者经常控制失败 他也就没有异象控你了 但是名妈这种就比较难办 通常都会带忍住生命的绳子 忍住和生命对名妈来说都很重要 但是如果你不带葫芦的话 去控别人带葫芦的绳子 这个忍者的话又很难控 可能也是看自己的选择了 我还是打他的这个风主一下 因为我的战力比较高 所以我我怎样都占便宜 又复制他一下风主 他打出了螺旋丸 刚才抢过来的风主 正好给竹田夹到了活 精神绵逆 这个确实是 让对方有点绝望 本来想来一个后手控的 然后下个回合除肩起手 应该风主就倒了 也就是说对方就没有抵抗过余地了 所以下个回合一开始就结束了 但是对方的这个阵容搭配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是一个不错的这个丸子 如果你也是这个平民玩家的话 你可以学他一下 可能是对刚手的突破 是不是要求高一点 随着对方的退出 我也得到了五胜 也是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青青 再见